新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秉承表示 金融市政府办理的王省之 领嫌所提公投审查决定 已经违背宪法及中央法令 新政院已经发函将金融市政府审查决定予以撤销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做出了回应 感觉到相当的遗憾 因为毕竟公投真的是人民拥有的权利 而提案人提案方所做的一个补证跟修证 我们认为是符合地方自治事项 例如地方的环境等等 所以收到行政院有这样子的消息 我们感觉到不能理解 不过实际上来说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给我们发文里面实际的内容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会等到收到这些文以后 才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决定 至于后续动作 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遗憾之外 强调将等到收到公文之后 再做进一步决定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导